活在当下 它是把我们原本习惯性的一种发散性的 现在想着未来想着过去 这样发散性的一个思维 变成是一个聚焦于当下 也就是从未来看到现在 举一个例子 就像一个人 他在2018年许下了一个心愿 十年后 2028年的时候 我要成就 某一个理想 那么 如果你现在站在2028年 你回头看 2018年的你 要做些什么 这个就是 把你的未来拉到当下了 你要去做些什么行动 去实践它 另外一方面 对比于过去 十年前的自己 那个2008年的你 你是否变得更加有智慧 变得更加的慈悲 变得更加的快乐 心胸开阔 与旁人建立更好的关系呢 你在这十年当中学习到了什么 成长了什么 而这样子的成长 又可以帮助你 怎么样在2018年 做出更好的选择 这个是真正的 这个是真正的活在当下 把过去的经验 还有未来的梦想 都聚焦在当下 从一个发散性的 本来从现在 想着过去 想着未来 这种心神 散失的状态 到全部聚焦于身心和一 把你的过去和未来 都放在当下 用过去的经验 修正现在的自己 用未来的梦想 去规划现在的自己 好好的 把现在当下的你 给活好 做好 所以你可以看见 其实活在当下 它不是一个窄框的思考 它是一个广框的思考 只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误用了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要能够反省自己 我们要能够创造梦想 然后同时呢 我们要能够真正的活在当下 我们不再当个无痛俗 麻醉自己 让自己无感 假装不痛 然后麻木不仁 而是能够借近过去 行在当下 创造未来 这才是对自己 真正的爱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